当身体内一构造穿过周围组织或肌肉壁中的薄药处,进入身体另一部分时,可能造成皮肤下凸起,这就称为善气。 善气通常发生于腹部,最常见的是腹骨溝善气,是指部分长度通过腹骨溝中的腹骨溝管薄药处。 作为男人,这个通道连接腹部到阴囊,腹骨溝散主要影响男性,更常见于老年人,然而他们也可能发生在妇女身上。 未治疗的善气取足时间的推移通常会变得更大、更痛,尤其是在提提宠物事,这被称为狡责,需要紧急手术。 生气治疗通常涉及某种形式的手术,可能是在局部麻醉下进行开腹手术,也可能是在全身麻醉下进行锁孔手术。 开腹手术,在局部麻醉下开腹进入腹骨溝,避免全身麻醉,将突起通过薄药处推回,然后利用网片補强肌肉。 锁孔手术,也称为腹肛镜手术,在全身麻醉下进行,并利用特殊器械,所需切口小得多。 这种情况下,网片将放置在腹部的肌肉壁之后,但在称为腹膜的腹部内侧疹女之前, 且可以减少网片感染的风险,且降低疼痛的程度。 相机通过一个12毫米,为腹持正下方的端口放入,另外有两个较小的仪器端口开在相机端口下方,因此总共有三个窒口。 第一步是使用气球在腹膜趁女和腹的肌肉之间创造一个空间,利用二氧化碳气体维持着这个空间,得以置入气械收复散气。 3D光普罗内网会被固定在适动的位置,以防止善气复发。 使用可溶解的钉固定,完全溶解大约需要六个月,网片需要充分重叠并固定到此骨上,以防止善气再次发生。 过程中必须极度小心的被开覆古构建中的精细结构,包括精索道管。 精索道管负责高院的供血和排血。 在你的手术后的头四个星期,请避免提举重物超过10公斤,以避免散伏发。 两周后可以除防水敷尿,以至六周后需要你的外科医生预约复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Signal &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。